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到的看到又穷又土的工人 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工人 那么反国人我们再来看看美国 大家所看到的美国工人都是黄头发开车大皮卡车的美国人 而他们在美国工人总数的比例却是少得非常可怜 美国以3.3以人的人口总量 却享受着全球一半以上的资源 无论是社会福利还是基础保障都要优越于其他国家 所以大部分美国人都不愿意从事脏苦累的工作 少部分美国人从事这样的工作 或许也只是为了填补一下生活空闲的时间 所以说在作者看来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道伪命题 客观角度来看 不应该拿中国工人和美国工人相比 而是应该拿中国工人和在美国从事苦力工作的工人比才比较合理 否则就等同于拿我国的低产阶级和美国的中产阶级对比 不吃亏都不符合逻辑 在美国真正大量从事苦力工作的工人 他们往往来自于第三世纪 比如说在去年年末就侦破一起特大人口走私和强迫劳动案件 大量拉美人被哄骗到 佐治亚州的洋葱农场 忍受着饥饿和暴力 在枪口下近乎无常的劳动 人数多达七万人 所以说各位朋友 发达国家有些时候并非表面那般的风光亮丽 他们的人民之所以能不用加班 不用做苦力 不仅仅是因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努力 更是因为他们善于利用落后国家对于美国的梦想 正所谓弱肉强食 落后国家的人民即使到了美国去做苦力 报酬也比自己国家高很多 所以阴阳失调才会越来越严重 如今的中国已经在快速崛起当中 国人只需要咬住牙坚持 早晚有一天会把欧美人的贪婪拽回到现实当中 510-1000 电影 ank gj 感谢观看